可是我现在根本不想嫁人 我爹爹才死了没多久 我怎么能想这些事情呢 你放心 本王并没有逼你成亲 只是 只是你已到了失婚年龄 本王想给你介绍几个青年才俊 让你和他们接触接触 看看能不能遇到你的真命天子 可是王爷 我真的很舍不得你们 我住在黎王府的这段时间 凤儿姑娘 莫大哥他们都对我很好 还有王爷你 更是视我如亲妹妹 你们对我这么好 我早就已经把你们当做了我的亲人 我真的不想跟你们分开 我也好舍不得青儿和南风 他们这么可爱 这么乖巧 要是离开了他们 我真的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 王爷 我家小姐无父无母 无依无靠 他已经把你们当成了亲人 要是离开了你们 他会活不下去的 求求你们不要赶他走 好不好 金桥 小姐 沈小姐 沈小姐 不要哭了 你误会本王了 本王没有要赶走你们的意思 沈父将为本王丢了性命 本王又怎么会这样对他的亲人 如果 如果你真的不想嫁人 那本王就将这件事情缓一缓 等你想嫁人那天 你再跟本王说 多谢王爷 多谢王爷 王爷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 我一看到王爷的戎装和宝剑 总是会想起我的父亲 王爷 求求你了 以后能不能让我帮你擦铠甲 擦宝剑 一看到这些东西 我就好像找到了寄托 好像我父亲 一直陪伴着我一样 听到沈玉莲的话 楚宣臣这才明白 原来 刚才沈玉莲替她解披风 并没有其他意思 她只是太想念父亲 才会从这些东西上面寻找寄托 那好 本王也希望这些东西 能解你的私父之情 不过沈小姐 适者已适 你万不能沉免于悲伤之中 这样你父亲会担心你 我们也会不放心的 多谢王爷 玉莲知道的 太好了 我终于又可以给王爷擦宝剑了 以前我就是这样招来我父亲的宝剑的 爹爹 我们给你的惊喜拿来了 楚宣臣抬眼一看 就看到南风和星儿正激动的朝他跑过来 他们的身后跟着凤儿 凤儿的手背在身后好像藏了什么东西一样 见状 楚宣臣有了一丝好奇 爹爹 玉莲姐姐说了 让你闭上眼睛 快 你把眼睛闭上 让你看看我们的礼物 好 爹爹 这可是我们给你做的礼物哦 你猜在这里面是什么 京儿 你们这么小也会做礼物 笨蛋 爹爹 小儿不是说了吗 这是月莲姐姐教我们的 我们当然会做